大家好,我是一甲国中的客栅病科老师 现在跟大家介绍如何使用我们学校的线上平台 首先你用Google,然后你搜寻一甲国中 点进来学校首页之后呢 请你在右边这里有个线上教学专区点进来 那点进来之后防疫公告公外在这边 那你这边有个线上教学,你点进来 那点进来之后这里有一个其他科目 请同学用这个点进来 那进来之后请你选择你的账号 假设我现在用的是这一个 假设用这一个账号 那我是用109学年度1年5班19号同学 然后接下来你的预设密码就跟你的账号是一样 那你进去可以再更改 那登录之后呢 你就会进入到我们学校已经开设的Google Classroom 那你就直接登录进来 那登录进来之后这些就是老师开的课程 那你要必须按加入 你要选择加入课程要选择加入 我们现在老师都已经 开设了很多的课程 那你必须要选择加入 如果你不小心按到了拒绝 那你就不能上这一门课 那你就必须要再去跟学校老师联络 请老师再把你拉进来 或者是你必须要知道课程代码 所以你请你不要乱按 以你按加入 好那加入之后呢 你怎么去上课 我现在以国一生活课以私讯课为例 那这里你点进来之后这边就有公告讯息串 然后这边也叫课堂作业 那课堂作业你就看老师的每一个作业上面的说明 这里有相关的教学影片去看 看完之后呢你就要去查看作业 那你把你完成的程式可以按新增 然后选择档案 把你的档案拉到这边上传 然后再按标示完成 要代表你才是真正完成作业 这是其中一项 如果以生活科技为例的话 有的老师可能会出考题 像我们课堂作业在生活科技这边有个机械 建筑与社会 这里有一个要闯关 你必须要去回答答案 你必须要回答答案 回答答案就按提交 但是这个前提你要先阅读课本 阅读课本的内容 以上这个就跟老师跟同学介绍 那如果你要离开 请记得按你的账号这里选择登出 然后在这个地方 也有其他功能像是 这是Google Email 然后这是云端硬碟 还有像是视讯会议等等这些 那我现在我把它登出 请同学特别注意 我们学校所有的相关线上教学课程 都放在这个地方 那等我们学校国英数字社 和云端学院的照片开完之后 你点选这里 你就可以进入线上去学习 那这段期间 你有很多的 县市政府的资源可以使用 使用老师上课 交过的OpenID就可以进去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像手机版本 这里有影片的教学说明 请同学看看这个地方 那账号说明在这个地方 希望同学在家里面 也要能够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学习 以上科技老师为大家介绍 如何操作线上教学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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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